它长得真的很像甘纹 但是它刺刺的 整颗刺刺的 其实不只要卖它台 这种鲜红色的水果 可以长到跟哈蜜瓜一样大 外表布满短次 叫木鳖果 又被穿为多次黄瓜或苦梨 果实形状有圆球形的 也有的像椭圆形 在台湾看到的野生果实 比较小颗 它有分台湾原生种 然后还有就是东南亚那边的 会比较圆 比较大 像我们台湾原生种 它就是比较像橄榄形 然后也比较小 像越南种的话 它们的果肉质地就比较软 油耗味会重一点 像我们台湾原生种的话 它就是不管从清果 还是到它成熟期之后 它都很适合拿来入菜 木鳖果的果实 可以用来煮饭煮汤 或打成果汁 都是不错的食用方式 台东农改厂耗食六年 育成国内第一个原生种木鳖果 命名为台东一号 果实从外到内 由厚实的黄色中果皮包围 种子是咖啡色 因为外形像小鳖而得名 木鳖果的营养价值丰富 是番茄红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良好来源 有来自天堂的果实称号 刚入门种植的时候 难度有点高 果农透露 关键就在嫁接 挺麻烦的 而且是我体会很久才想出这套方式的 我这边是用越南的栅目去做越陶 让台湾衍生种做结穗 所以生产出来是台湾衍生种 利用越南的抗病性 吸肥力比较好 我们就是要保留它的皮系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接上去的都是同一个母株的枝条 果农表示排水性越好 加上适度给予有机肥 天气越热 它长得越好 但今年因为上半年的凉冷气候 让台东的木鳖果实陈 整整慢了一个多月 新唐人亚太电视 廖立芬 台湾台东报导